修静信 种福田 是看你自己过去有没有种下发财的因 财神有天财神和地财神 因为财神也要看你过去有没有种善因 包括你的今生今世 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种善因 所以有没有种下财不失的种子很重要 你今天求财神菩萨给你一点财 你必须在过去已经把自己要拥有财富的种子种下去了 比方说一个很小气的人跑到庙里去求菩萨 菩萨求您保佑我发财吧 你以为这样一求你就发财了 你发得了财吗 任何果实都是从种子里长出来的 没有种子是长不出来果实的 没有财不失的因就不会有发财的果 财富就是一个人的福报 一个人想要有福气 一个人想要现在有财 就要看他以前或者前世 有没有种下这个发财的因 因为有因财有果 所以佛法借降 要在自己心中种上一块福田 就是有福气的田 如果你没有种下这个福田的种子 不管你给土地浇水 施肥 还是给它阳光 因为没有种子 土地是不会长出果实的 经常有人问师父 为什么有些人一生很幸运 财源滚滚 要知道这些幸运有福报的人 是因为他们前世种了不失的因 所以今世就会得到不失的果 因为福报的果是从不失的因得到的 佛法界把福气分成三种 叫三福田 福田可以生出福的缘分 如果你自己有福的缘分 那么就会拥有三个福田 这些知识师父过去都讲过 因为你们很多佛友第一次来 所以师父再跟你们讲一讲 在自己心中如何种三个福田 有了这三个福田 你的下辈子就会有很多的财运 求财神菩萨的时候 就会一求就灵 第一福田是供养佛法僧 这叫净田 你今天看见菩萨 你磕头吧 磕头了 恭敬 你对佛法尊敬吗 尊敬 你对法师尊敬吗 尊敬 那么你就拥有了净田 这个净田会给你生出福气 第二福田叫恩田 要想有福气 就要懂得孝顺 要多供养父母 师父和自己的老师 就要懂得感恩 要有报恩的心 这叫恩田 第三福田叫悲田 悲田是什么 就是说 你看见贫苦的人 看见生病的人 看见残疾人 你都要产生 感觉他们很可怜的悲心 为什么在公共交通上 要给残疾人让座 停车场 要给残疾人留车位 很多老妈妈 老伯伯 腰不好 身体不好 你对他们好 你就是在种悲田 供养贫困的人 贫苦的人 生病的人 残疾人 你主动对他们好 你以慈悲心 去供养他们 你就是在给自己种悲田 用一颗慈悲心 去对别人好 你们学的是谁呢 学的是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你们的心 跟观世音菩萨 一样慈悲 你们不就是 观世音菩萨吗 很多人想不通 别人怎么那么有福气 而自己却没有福气 师父告诉你们 一个人 要想得到福气 回报最快的 就是种上 敬田 恩田 和悲田 三福田 你们看这个田子 是一个方块 对不对 其实 把人整个身体的上面 分成四块 就是 心 肺 肝 和皮 这四个器官 是在一起的 做人不要有脾气 保护好你的肝 让心脏快乐一点 你的肺 才能通气 这样的人 就是有福气 有一个成语叫 肝肠寸断 如果你想念一个人 或者 尘恨一个人 你都会肝肠寸断 肝和肠子 在一起 和皮 又在一起 想想看 一个人的脾气大 他是怎么会脾气大的 肝功能 会影响脾脏 肝不好的人 很容易发脾气 为什么 因为肝火旺啊 肝火一旺之后 就会烧上面的肺和心 心会感觉 火烧火了的 心脏 是人的主肌 如果一个人的 主肌不好 坏掉的话 人的呼吸 就不畅通 人的肺 像一个风箱 生气的时候 扑哧扑哧的响 人在生气的时候 气欲在肺这里 整个肺部 动不了 血上不来 脸别的通红 很多人生气的时候 话都讲不出来 只会说 你 你 就是这个道理 师父跟你们 讲过一件事情 沈阳 一个老伯伯 上了公交车后 他叫别人让坐 跟这个人说 你这个年轻人 怎么不让坐 这个年轻人阴他 讲话讲得 很阴毒 这个老伯伯很生气 上去 抽了这个年轻人 一个嘴巴 抽完嘴巴之后 老伯伯 因为气得太厉害 一下子 就死在车上了 这就是因为 气欲在肺部了 如果你有这三福田的话 面对年轻人的羞辱 你会懂得感恩 感恩他 让你学会忍辱 这种年轻人骂你 阴风吹吹你 你就把他当成 是一种增上缘 你还会这么生气吗 那么 你也不会就这么死了 这种孩子一看 就是没有父母教养的 这种孩子以后 有吃苦的时候 你心里这么一想 你的气 不就化解了吗 学佛修心 要一心静信 一个心 要干净的 去相信菩萨 如果你信菩萨 信得不干净 不彻底 你就修不好心 干净的相信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 相信观世音菩萨 我没有半点 私心和怀疑 我完全相信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我的 这就叫静信 如果你一边 跪在那里求菩萨 一边在想 观世音菩萨 您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您会救我吗 这个就不是静信 因为你还有疑虑 你求菩萨 菩萨怎么会听不到呢 即便你不讲话 你往观世音菩萨 面前一跪 菩萨都知道 你在想什么 有些人还觉得 好像观世音菩萨 听不见 怎么可能呢 当你求菩萨的时候 你的心中 可以响亮地叫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这样 护法神都开心 因为你是静信 非常坚定的 干净的 相信观世音菩萨 静信之后 要专心修佛 专心 这两个字很重要 你们有时候 学佛不专心 这是学不好佛的 修 指的是什么 修自己的心 修自己心中的佛 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人 跟老和尚到庙里去 老和尚问他 你来干什么 他说 我来修佛 老和尚说 我庙里的佛很好 不要你修 不要你修 要懂得 修佛 是修你心中的佛 把你心中的佛性 修回来 只有把心安住 心不妄动 方可修出 自信佛 老和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和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